那老安界全球现场我们其实先带你来关注到的是国际间的最新财经消息 为了要对抗通膨美国联准会今天再度宣布升息一码 联准会的这个联邦资金利率目标区间现在是达到5.25%到5.5% 是22年来的最高点 而且呢他们说还有保留后续的调高空间 联准会主席鲍尔现在重申 通膨回归的目标是2% 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今年预计不会再升息了 当然这样的消息一出 美国股市最终收盘是涨跌互建 道琼工业指数小幅上扬并且创下连涨记录 另外在标普500以及纳斯塔克旗指则是微幅的跌 好另外来看到的是中国大陆的外交人士高层 这几天有所变动跟一些让人家觉得说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样的状况 好我们首先要来看到的是大陆的全国人大常委会 他们在25号就宣布了这个重磅官宣 也就是免去秦刚外交部长的这个职务 那回锅的是王毅 他也是中共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 好这一项人事消息公布之际呢 其实他人是不在大陆国内的 他是在南非这边有外交的一连串行程 好南非这边参加金砖国家的安全事务高级代表会议 也就是简称安待会 他进一步提出全球南方四点主张 王毅就强调了全球南方国家合作 提出了消除冲突共建和平四点主张 他也强调中国大陆是全球南方的当然成员 永远是发展中国家大家庭的成员之一 好王毅现在回锅担任外长 不过现在呢 王毅他主要的头衔还是中央外事办公室主任 也就是他的头衔其实是比外交部长还要再更高一阶的 好不过来看到这是外交部的今天早上的最新消息 他们呢这个到了早上七点半为止 大陆外交部的官网外交部长这一栏 还是显示为讯息更新当中 而进一步在搜索大陆外交部的官网发现呢 已经找不到关于秦刚这关键字的相关文章 就连过去他出访的这些行程跟简介都是没有的 好不过其实现在当然很多人都在问的是 秦刚为什么突然就被免职了呢 这到底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尤其是他自在这个公众视线消失一个多月之后 在25号这一天 人大常委会才正式发布他的消息 免去他外交部长的职务 但是都没有说明到底具体的原因 不过大家也都在觉得说 是不是可能因为身体的关系 因为另外一个他的党职 也就是国务委员是没有被免职的 好对此大陆外交部在昨天的例行记者会上面 发言人毛宁再度被多家外媒问到相关的问题 但是他仍旧是没有说明具体原因的 昨天全国人大常委会也决定免职情感外长的人物 他免职外长的理由是一个健康问题吗 请告诉你个主题的理由 我没有可以提供的信息 我还是建议查阅新华社发布的消息 为什么他现在不是外长 大家都非常关心外交部长的任免 我注意到今天已经有好几位同事提了不少相关相似 甚至是相同的问题 今天来的记者朋友也非常多 我愿意再一并的对这个问题做个答复 关于中国外交部长的任免 新华社已经发布了消息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做出的有关决定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表述得很清楚 建议大家查阅 我没有更多的信息 就是昨天 比如说昨天早晨 是中国外长吗 我已经回答了有关问题 首先关于外交部长的任免 请以新华社发布的消息为准 请你查阅有关的信息 外交部网站的信息呢 我们根据有关的管理规定进行更新 谢谢路透社 就是再问一下 就是刚才你说这个新华社的这个相关报道 已经就是表达得非常清楚 现在的情况 就是我理解你你说你认为非常清楚 那么对我们来说还是不太清楚 所以想再问一下 这个就是他不是外长这个事情 就是为什么你觉得清楚 他清楚在哪里 谢谢 我已经回答过这个问题 新华社已经发布了消息 除此之外 我没有更多的信息 请刚这个最近这个事情 就是了解什么 学到什么 这个取决于大家 这是中国政府可以决定的吗 我们只是正常的发布了信息 我能问问你吗 你了解到什么 学到了什么 好当然了我们刚刚看到这外媒真的有一连串的问题 但是整件事情真的是留下蛮多问号的 因为呢 秦刚他离奇消失一个月 那现在确定是免职了 当然就成了史上任期最短的大陆外交部长 不过大家就要问了这个免职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是先前传出了他的身体健康的问题吗 还是说真的是网路上在传的 真的有跟女主播女间谍有婚外情吗 但这些疑点都还是持续的引发讨论 消失一个月的大陆外长秦刚确定遭到免职下台 在位仅七个月成为史上任期最短的大陆外交部长 职位将由69岁曾任外长十年的王毅回国接任 重返第一线 57岁的秦刚受习近平重用 曾任大陆外交部发言人驻美大使 去年担任外长成为60多年来最年轻外长 今年更晋升国务委员兼外长官位三级跳 创下官场传奇 他2006年担任外交部发言人期间 曾以苍蝇碰壁批评 我前总统陈水扁的台独言论 是最早一批发表坚韧言论捍卫大陆的外交官之一 经典语录不少 也曾多次回抢西方 白俄罗斯前外交官发文回忆 2015年与秦刚共事的超限时时刻 当年习近平访问白俄罗斯时任大陆 礼宾司司长的秦刚随行 在凌晨2点 他要再次确认礼宾细节时的白俄官方 叫醒了博物馆副馆长安排 连习近平会站上哪节台阶 何时奏乐都要确认 秦刚最后一次公开露面 是6月25号会见访中的越南斯里兰卡外长 整以一个月被曝疑似 脸上双面间谍凤凰卫视主持人傅小田 网友挖出两人专访 直说眼神满满都是爱 女方曾po出孩子照片 写着爸爸生日快乐 po文日期正好是秦刚生日 如今外长职位被拔 但仍保留国务委员 职位相当于副总理将他留在党和国家领导人之列 未来动向引发关注 记者综合报道 原来好的益生菌真的可以帮助入睡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是国家认证AB克菲尔益生菌 含7种有身份证的专利活菌 能产生GABA 色胺酸等助棉因子 难怪吃了更快入睡 夜睡得更好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也是台湾市场上唯一添加 克菲尔乳感菌M1的产品 这是由台湾知名的大学记转 对季节敏感调整体质的朋友 真的是一大福音 还有这只还添加被称为超级食物的 羽衣甘蓝萃取物 不少研究都指出 十字花科蔬菜有助抗炎及防癌 像是羽衣甘蓝含有高量的叶黄素 β胡萝卜素 维生素K 维生素C 叶酸等丰富营养素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专利制成 无塑化剂 无重金属 无人工添加物 无410项农药 无香料调味剂 无防腐剂 无色素 七大保证 七大认证 觉得好安心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Good feel feel good 快点购下单 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嗯 小时候 美好 温馆生菌 坡业 咳 酱 感谢观看